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一天他们想要对付你 自然也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情 更何况人与人相处本来就存在着两面性 大家在跟某些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可以建立起长久而美好的友谊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会第一时间帮助你 而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也会第一时间帮助他 这样的熟人的确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单枪匹马 也不可能独来独往 总需要一些朋友存在 而跟这样的人交往就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因为你们可以相互帮助 可有些熟人对于大家而言 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他们总是给你们带来源源不断的麻烦 甚至让你们觉得非常痛苦 关于这一点 想必很多人也都感同身受 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 总是有那么一些亲戚朋友存在 他们做事情从来没有分寸 并且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遇到这样的人 大家最好保持距离 因为他们只会给你的生活添堵 有些熟人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便利 而有些熟人 却只能给你的生活挖坑 比如以下几种就是如此 一 总卖他的老脸 老马有一个朋友 总是给他的生活带来不便 老马在一所学校当班主任 于是他的朋友总是找他帮忙 比如今天某个朋友的孩子 想到他们学校去读书 又比如明天某个亲戚的孩子需要他照顾 每当这个时候 老马总是觉得非常烦恼 他虽然是班主任 而且也在学校里面担任着相对比较重要的职位 但他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 更何况 有些事情哪有亲戚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们仿佛认为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办成 可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按照相应的章程来定 他一而再 再而三地卖老脸去找他 这件事情让老马觉得非常痛苦 在后面的时间里面 他干脆直接告诉他的那个亲戚 学校里面有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 很多事情都不是他说了算的 所以他根本就帮不了忙 可没想到 那个亲戚突然之间就翻脸不认人了 他在其他亲戚面前道出说老马的坏话 说他明明可以帮一个小忙 但却不肯出手 其实老马之前也帮过他一些忙 比如某一个学生在他们学校读书 学习成绩相对比较差 只要他是他的认课老师 他就会对对方进行更多的照顾 可即便如此 亲戚依然不满足 一个人总是卖他的老脸 求你办一些让你非常为难的事情 他就是在给你挖坑 如果你碍于情面帮助了他 你的结果会比较惨 就拿老马来说吧 让他照顾学生 他帮了 因为这个忙是可以帮的 可如果让他帮忙 将其他学校的学生转到他们学校来 那就严重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 他到时候一定会丢饭碗的 大家遇到这种人一定要躲远一点 因为他们总是会给你的人生 带来痛苦和不幸 不管你是否答应帮他们 到头来你都不会有好结果 有人说直来直去的人都是直肠子 他们不懂得谋算 而且心直口快 这样的人应该值得深交才对 其实有时候也未必如此 人为什么要保持高情商 是因为大家有些话是会伤到别人的 虽然你说的是事实 但这句话对于别人而言并没有任何好处 反而会让别人陷入痛苦的深渊当中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你到了30岁还没有房子和车子 每个月的收入也只有4000多块 这个时候你的某一个亲戚 跑到你面前来说他们家的儿子多么厉害 30出头就月入两三万 房子车子早就买好了 他劝你多努努力 这个时候的你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你会感激他吗 一定不会的 他会觉得特别痛苦 因为他的行为是在接你的伤疤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说一些揭露别人伤疤的话 无异于用刀弯别人的心 这样的人最可恶 如果你听不惯他们的话 他们可能还说你这个人不够实在 不喜欢听实话 只喜欢听好话 3.转介绍 关于转介绍这件事情 想必很多人都有所了解 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或者做销售的人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小马曾经就有这样一个朋友 他给他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刚开始他不了解情况 还对对方感激有加 他是做快销品的 在公司上班 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 给他介绍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客户 他很开心 于是便跟对方谈判起来 后来他才发现 他的那个朋友在中间收了不少好处费 最奇怪的是 他一直以来都很感激他的朋友 而且每当他们之间发生争论 或者对方想让他帮忙的时候 就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摆出来 每当这个时候 小马就不好意思拒绝 可自从知道真相之后 他就觉得这个朋友特别可恶 明明从他身上得到了好处 却反过来把自己当成恩人 总是一副需要他报恩的样子 这件事情让小马难以接受 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人存在 如果大家遇见这样的人 一定要选择远离 因为他总是在给你挖坑 如果你的亲戚朋友 想要介绍一个人给你 你一定要留个心眼 想清楚这件事情的各种弊端 然后再做决定 四 越过你做决定 在生活当中 大家是否遇见过这样一种人 他跟你的关系相对比较好 但他却经常越过你去做决定 换句话说他总是帮你做决定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你认识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朋友 你们非常谈得来 就是因为你的另一个朋友 看不惯他 于是就自作聪明 在你的手机上 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 这个时候的你 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愤怒吧 因为他这样做 本身就非常错误 不经过你的允许 替你做决定 本身就是一种不尊重你的表现 他做的决定对你而言未必正确 而在某些时候 说不定还会把你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比如你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 别人是无权干涉的 你跟什么样的人谈恋爱 结婚 别人也是无权干涉的 如果有人替你做决定 势必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正所谓冷暖自知 一个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所以大家一定要离这种 自以为是的人远一点 五 不注重细节影响你的大局 人们常说细节影响成败 这句话是具有一定的道理的 如果一个人不注重细节 因此而影响你的大局 那就证明他的存在 对于你的生活只会产生坏处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你正在跟一个特别友好的 合作人谈判 这次合作对于你来说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小举动 而最终让你们的合作泡了汤 那就证明这个人 真的不适合待在你的身边 你应该选择远离才对 熟人也分很多种 有些人的存在 对你而言只有不幸 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远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